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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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淡定 淡定 听老爷爷慢慢到来 民间传说中秋节吃月饼始于元代 当时中原的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元朝的残酷统治分分起 月饼就成了他们彼此联络的工具 月饼?联络工具? 我们先来看看这元末时期百姓过的苦日子 众所周知 众所周知 当初蒙古人推翻了宋朝建立了元 元朝领土广大 要统治的人也很多 蒙古人将人分为四等 最低等的就是汉族 汉族人口众多 元朝统治者怕他们造版 管的也格外的严苛 汉人不能有武器 但凡金属的器具都不能用 就连家家户户每天切菜用的菜刀啊 都是限量供应 物家合用 五二 五二 去王叔家看看 菜刀用好了没有 除了没有武器 汉人没有做官的就没有名字 啥? 没有名字 那就什么? 叫父母 祖父母的年龄 太好了 我们又有孩子了 相公 好 快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今年我二十八 孩子就叫二八吧 不好 前不久父亲刚刚过了六六大寿 就叫六六吧 六六 好 就叫陈六六吧 猿人不准汉人夜里点灯 不准汉人聚在一起说话 为了加强管理 还把每二十户人家编成一甲 做甲主的一定是蒙古人 一甲里的百姓都受甲主奴役 甲主说什么他们就得做什么 怎么就这么点 回老爷 前几天家里让当兵的抢了 去掉一家四口的口粮就剩下这么多了 该交多少就交多少 我管你抢不抢啊 不足的就拿口粮底上 还不够的 麦伦儿女 用钱底 这让我怎么活啊 你这什么态度 来人呢 拖出去打二十大板 还让我们活不活了 给我往死里打 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元朝末年 皇帝沉迷享乐 军队疏于管理 整个国家呈现了颓势 军爷 可怜可怜 省点钱吧 滚开 别挡了大爷的道 汉人们感到时机成熟 开始悄悄计划推翻元朝的事 其中就包括英勇善战的朱元璋 以前的宋朝虽然不争气 但大家都是汉人 谁也不会看不起谁 元人统治这些年 每个汉人心中都积累了很多很多的怨恨 今天我们汉人就要出头 我们要出头 我们要出头 好 好 大家听我说 我们已经起义了很多次 但每次都被元兵打压了下来 我总结了下原因 主要是因为时间的配合不够好 各地的起义有先有后 不能给元人来个措手不及 元人的高压统治 其一军前想相互传的个信息都难 是啊 是啊 嗯 这位是刘伯温 朱元璋请来的军师 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早年也做过地方官 对人间疾苦深有体会 军师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伯温我刚想到了一记 先让人去散布今年冬天要有瘟疫的谣言 只有在八月十五中秋买元饼吃才能避免 今天我让黄大仙算了一挂 大仙说今年冬天会有要人命的瘟疫啊 那怎么办呢 有没有什么解法呀 哎呦 在中秋吃元饼啊 听说呀 大罗神仙派人送来的鲜饼 吃了就不会有事了 这样啊 另一批人负责做元饼 把行动的纸条藏进饼中 到八月十五的晚上 拿到饼的众人会发现其中的奥 王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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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我们率兵功臣里应外合 好 就按军师说的办 八月十五那天 各路起义军一起响应 顿时星火燎原 快逃啊 派人造反了 很快 徐达攻下了袁大都 起义成功了 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成功了 成功了 朱元璋推翻了元朝 建立了明朝 为了纪念汉人推翻元人统治的起义 朱元璋传下口语 每逢中秋吃元饼 因为元饼的形状是圆圆的 好像十五的月亮般 因此有了月饼的名字 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 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中华为明雾千年 书卷飘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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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长河 五月归香 你是长河 五月归香 让那灵修绝有的石膏 让那灵修绝有的石膏 带我们回到那遥远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